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么大的果篮,谁送你的? 是我买了准备送人的 下了班要去探望一位老先生 总不能两手空空的去吧 唉,他病了好长时间 我一直想抽空去看他 谁呀,我认识吗? 是公司的一名老臣子 退休好多年了 之前访问他的时候认识的 其他一些老臣子 接受我的访问时 也一直在夸他 他除了在工作上敬业乐业 尽忠职守 在生活中 还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好心人 比如为各地的灾民筹款 每年开车到水灾灾区派物资 协助灾民清洗家园 周末不时举办活动 让他那个小区的孩子参加 培养他们的领导和组织能力等等 太多了 庆竹南书 庆竹南书? 对啊,太多了 写都写不完 不能这么用 成语庆竹南书 含贬义 含贬义? 古人用竹简写字,知道吧? 知道 写在竹简上嘛 庆意思是用完 这个字的笔画挺多的 属于上下结构的字 上面左边是声音的声 右边是书 也就是古东的鼓 右边的偏旁 下面是否 也就是水缸的缸 左边的偏旁 庆字下面的否 是古代一种成酒的瓦器 大腹小口 有盖子的 庆的本意是器皿空了 也就是东西没有了 对 有时看到一些商品 或入场券卖完了 都写上受庆 在成语庆竹南书中 庆表示用镜用完 庆竹南书 用镜竹子做竹简 也难以写完 形容事实多的不可胜数 多止罪行 所以这句成语 比喻罪恶极多 哎呀 我只认识这句成语 字面上的意思 用完竹子做的竹简 也难以写完 没深入了解 它其实多止罪行 比喻罪恶极多 正因为它多止罪行 比喻罪恶极多 所以不能用来形容功劳 嗯 这下我明白了 我不能说 那位老人家 助人为乐 做过的好事 庆竹南书 除非他罪恶多端 无恶不作 那么你就可以说 他做过的坏事 庆竹南书 当然不是啦 他是我敬重的长辈 罪行累累的罪犯 才庆竹南书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 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